我們經常會和大家討論汽車美容 私家車說得多,其實電單車的汽車美容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和大家討論要討論甚麼地方 好,聰哥,我們很久沒有和大家介紹過汽車大駱美容 我們私家車說了很多,其實電單車有甚麼不同 電單車和私家車是兩樣回事 使用的東西又不同,還有很多客人使用電單車 或者做打納、美容的東西,其實電單車的網路真的很小 但其實它的細節位是多了很多 例如波箱引擎以後的位置,不是在我們想像中有時候 一抹就即落 好,那可否和大家先介紹一下這輛車 現在它花了甚麼地方或是甚麼髒了 我們待會怎樣做呢 好,其實可以看看 例如這些,基本上很多客人來到 有時他們遊車河或者去泥的地方拍照 通常電單車有很多人拍照 這裡會有很多泥會弄得髒了 這些一般是最髒的地方 這裡會花,油缸會最容易花 因為油缸就很多時候幫你騎上去的時候 你穿著皮褲 或者你那套衣服,那件夾 是有拉鏈的 其實它靠一靠這些位置,它都會花 這些位置都會很容易花 是因為我們駕駛電單車的時候 會夾著油缸 那如果你剛好那條褲 或者本身車已經有塵 其實夾一夾,它就會花 所以為甚麼電單車其實要注意的地方 你問我是比一輛車更多 車其實你都是外面而已 但因為我們駕駛電單車是會抱著電單車 還有電單車我相信是 比起汽車生鏽的機會是會高很多 本身它們造工是沒有車那麼好 打磨的地方主要是油缸,尾這些位置 這部電單車去計算 有些電單車,例如Vespa那些 就要注意多些車底 因為車底就很容易生鏽 例如它崩了油,就要點一點油 其實這個電單車應該有機會看到 就是底部也比較髒 它就沒有東西抹,沒有東西可以彈花 但是它的髒程度你會看到有很多沙沙石石 我們做這個方法就是 記住要洗車底 這裡也看到的,其實前面的沙板位 全部都是很多泥 綿羊仔,Vespa和Fairling 會不會洗的地方或者越流的地方是有不同的 會,當Vespa計算的 我們如果真是很細緻去洗Vespa 其實倒反過來就會有很多內格 這些內格,很多人不會看到 這些內格其實全部都是封滿層 基本上10架Vespa,大家都不覺得 而這些位置呢,還有這些位置 就是最容易生鏽的地方 因為很多石頭會打上去 我想很多Vespa車主都會做防鏽 去保護它 這類型的營養呢 其實它一旦崩了,沒有點油 其實它就會生鏽的 基本上,所以為何洗車你會了解更多些 就是記住洗這些位置 下面這些位置,以及這些內格位置 防了很多污汁的東西離開之後 當你看到污汁了之後,便會點油 香港很多車主,會不會到這一刻 都只是覺得我洗車身就夠了 是不是搞不太多東西呢 很多,因為很多車友會來到 或者想只做某一件事 就很少說全輛車做 我覺得有些是洗車 就會問是否包含打立 我也經常解釋那句 洗車不是包含打立 很多人覺得打立就是 就這樣上一些立上去 就叫做打立 但是其實 一個detailing 我們要了解是detail 為什麼叫detailing 就是因為要做完所有事情 才叫detailing 就是很多細節的東西 我正在說 特別一個電單車 是很多的洞洞洞洞 邊位 是真的很多細節 所以電單車其實比起一輛車 會分中更長時間 都不出奇 我們就不喜歡拆件做的 少些拆件做 因為拆都始終有個風險 但如果你說直接洗的 我們主要用steam 或者用shampoo foam 之後就慢慢跟 所以你說打過程 可能不會那麼久 但是洗的過程 可以比一輛車長很多 例如這類型的size 電單車為例 花多久時間 這個detailing 這個condition 這樣的size 我估計大概是7個小時 做一個detailing 對比起一輛私家車 如果對比一輛普通的size 私家車 我們平時看到那些 就大概5個小時 這輛就大概要做7個小時 疫情之後 很多人玩電單車之後 很多人覺得電單車只有油缸 只有這件事去做打磨 或者做好一點 簡單來說 但其實電單車是 一個油缸 計算是很大部分電單車的位置 所以油缸是否好 就很靠這個位置 看上去是否好 乾淨 細緻的位置 就是說 例如死汽喉這些位置 它一乾淨 就等於車一定漂亮了很多 但是油缸 花的機會會高些 所以為何通常有些人 會貼保護膜上去 或者會做到膜 駕駛電單車的時候 我們穿著外套 冬天的時候 會捉著油缸 它有機會就花了 做了膜之後 或者貼了膜之後 那些車就會保護油缸 沒有那種違法 私家車洗車可能是洗車殼 但電單車洗車的話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會不會是否不應該 洗引擎 或者其實我們抹一下 便算 都問這些問題 電單車應該這樣說 新的那些 除非很舊 80年代再舊 新的那些 基本上是防水的 防水的意思 又不能說浸入水 但是普通下雨 你都照樣開的 這間車 洗車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如果知道某些電子位 例如錶台 或者你知道這裏是有些電子的 便不要直接噴水下去 通常我建議都是這樣 你說熱和冷洗車 當然了 太熱也不好了 等到官費 因為你剛開完 真的好熱就不會直接噴水下去 主要都是這幾樣東西 如果你說洗電單車的技巧 就是這裏 所以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Car Detailing Auto Detailing 其實在香港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是什麽 私家車是否好成功 電單車會比較容易普及 我覺得這真的要時間 外車人士要時間去了解 因為傳統上 香港電單車很多都是覺得 應該只是擦 但是擦是不行的 有些東西是 如果車去到某個骯髒程度 為什麼擦不行 就是表面有骯髒 你看不到 一擦就直化 油乾也好 後面也好 或者你拿那些也好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那句 有Shampoo 有水 去解決這個問題就最好 這部電單車是2006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做了Car Detailing 可以保持到一些電單車的狀況 它有保護和線水功能 我們試試給大家看 打起頭盔當然是重要 要穿上頭上 有時有些頭盔放在一段時間 沒有用 或者用完之後 會很熱的 大汗 一定有股汗味 剛才拍的頭盔 這個頭盔放了一段時間 在衣櫃上 沒有用 可能濕氣廠會發霧 頭盔可以抹 但其實是否真的抹走霧粉 不一定 為何會用高溫消毒機 去消毒藥物 最好就是 第一 有一個很清潔的感覺 而且確保肯定消毒所有藥物的污汁 找一個比較簡單的照片 自己可以打理到的問題 只要提到 現在這麼高的溫度 一定會出汗 其實自己可以日常怎樣打理 來減少污汁的成果 其實最好就是回去 確保肯定頭盔乾 可以輕輕吹乾 確保肯定乾 所以可以用乾淨的布 濕少許水 抹乾淨 有通風的地方 可以吹乾 或者簡單來說 用風筒吹乾 用一動風 或者有時可以用風扇 吹乾 這樣可以保肯定乾 可以保肯定乾 另外就是隔壁的頭盔 我看到剛才有把蠟 做一點拋光 是否你的頭盔都會這樣做 基本上 拿得做I-1 或者做杜摩的電單車 我都會問 是否要放下頭盔做的 亦都說真的 看看頭盔情況 如果有些頭盔真的很花 就不要做了 因為怕有時打磨 因為它本身的油 都是偏薄一些 不會每個頭盔都打的 如果頭盔是少許花 又可以新鎮的 我看到通常放下 讓我塗一塗 後果會做到 有些花痕會弄掉 有些花痕會弄掉 再炒一峰 再炒一炙 後果會吃到 超級小的 再炒一炙